大概多少錢 我被騙了15萬 要多不多 要少不多 可是你知道育兒費 我的育兒費 15萬 1萬我都覺得很多 真的很多 對 我是收到一封 FedEx的E-mail FedEx想說是大公司 就是因為我也的確 最近有在海外購買東西 那他說我需要支付運費 才可以把這個包裹 就是寄到我家 所以我完全不宜有它 我就那封E-mail下面的網址 我就點進去 那點進去之後呢 就是輸入我的收件人資料 我姓名 地址 電話 然後接下來在下一頁呢 就是輸入 因為看我要怎麼支付 那我要用信用卡支付 所以我就輸入我的卡號 然後到期日期 然後還有後面的安全碼 然後輸入之後呢 我還有收到我簡訊的授權碼 是不是都是很正常的作業程序 對不對 我收到授權碼之後 我再輸入那個5碼授權碼 一送出之後 然後立刻跳出一筆 3萬多的刷卡金額 然後我想說 我當下還想說 我有刷3萬嗎 我想說 對… 我前幾天才跟我老公 去全身健康檢查 那那天是用我的卡刷的 的確是3萬多 沒錯… 然後馬上又跳出一筆 4萬多 繼續 2萬多 3萬多 4萬多 總共加起來在5分鐘之內 跳出我刷了15萬的金額 我一開始還在想說 是我自己刷的 後來我就想說不對 不是我啊 我都在 我在家 我哪來的刷卡金額 我開始慌了 我就立刻打電話給銀行 我就是微微道來 然後我說可不可以幫我停止支付 就是停支付 對 可不可以支付 他說我們銀行沒有辦法 因為通常要支付 只有商家可以支付 我們銀行沒有辦法支付 然後因為我也不懂嘛 所以我就想說 蛤 你們沒有辦法 他說如果 你真的很著急很慌張的話 我們建議你立刻去報警 那我非常慌張 我立刻換衣服 立刻到我們家附近的分局去報警 報警的當下警察有 就是請我打電話給銀行 叫我跟銀行說 把我那無筆 剛剛那刷的那無筆款項 列為 真益款項就是 它最後不一定會扣你的款 對 然後我也在警察局當下 然後按擴音 然後就是警察又有聽到 然後我跟銀行說 要列為真益款項的警察 銀行說OK 好 沒有問題 對 然後呢 我當下就是想說 我去報警完 其實我隔天很慌張 但是我想說好 今天是禮拜天 我再忍一天 我也不要一直去打擾警察 但是我忍到禮拜一 我一大早立刻打電話 想說請問一下 就是我禮拜六有報案 那我總知道 我現在的進度到哪裡了 他說林小姐 其實你們這個詐騙案件 我們有在兩個月之內 給你回覆的話 你已經算很幸運的了 所以意思是 你們處理程序會這麼久嗎 他說是的 我還想說 天啊 人民保姆跟我說這樣的話 可是我也不能罵警察 因為他們是幫我做事 但是他說 兩個月之內有給你電話 你給你回覆 你已經很幸運了 我想說 我怎麼樣叫做幸運 我現在的十五萬 我真的很心痛耶 我想說到底要怎麼處理 才可以把這一筆錢拿回來 那現在就是階段就是 就是還在警察 在幫我處理的階段 把這個錢補回來 這是最生氣最生氣的事 因為我把這件事情 分享到網路上 因為我真的很 我不希望大家 跟我就是才一樣的 可是 所以我才會分享 但居然有網友留言說 你就是因為太貪婪 你是不是因為想要投資什麼 結果投資不成 反被詐騙 我想說 我是一個很好的消費者 我是購買東西 我會支付運費的 而且我不會拖欠款 所以我是當下立刻支付運費 你居然說我貪婪 我真的太傷心了 這個錢可不可以追得回來 來 律師來解答 是 其實 柴薇小姐的做法 為什麼大家是用 求生拜託的 求生拜託 我們先拔杯好不好 錢趕快怎麼回得來嗎 我們分享一些經驗 其實柴薇小姐的做法 是滿正確的 她第一時間就先去報警 那我想我們一般民眾 可以做的大概也先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 警察他會懷疑說 你到底是不是 就是你也是詐騙機團的意願 到底誰真的才是 詐騙機團的成員 他們分不清楚 第二個 這個經流款項進來之後 他怎麼往外走 也許這一端 也許這個林小姐這邊的 款項匯進去是正常的 可是這款項從後端匯出去 就變成是 贓款或者是 轉的賺點 他們只是中間的人頭贓 建議大家就是說 第一時間大家不要害怕 馬上就播 短詐騙的專線 1.65 直接把訊息告訴他 一來我們可以自清 二來 警方在第一時間 他能夠掌握 馬上刷卡的訊息 1.6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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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